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大家午安 我是陈燕盈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一小时我们来聊聊国际话题 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 现在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自身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前国安会的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 叶音大家好 以及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晨 叶音好 大家好 一开始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原因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个 他好像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对俄罗斯现在该是什么态度 因为拜登现在自己讲了 他说现在的状况就是 自甘乃迪还有古巴飞弹危机以来 我们未曾面对过的世界末日 为什么用这个字 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字他讲到的 就是说拜登现在他相信 有可能普京他讲核威胁 这件事情不是在开玩笑的 他甚至还说他很了解普京 他尝试想要弄清楚他的下台阶是什么 指挥时报就讲了 世界末日这个字 基本上以前你在总统的言论当中是很少听到的 更不用说公开讨论 要给人家下台阶 还是要给一个强国的领导人下台阶 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法吗 因为美国官员目前的想法还是说没有啦 普京用核武的机率还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泽伦时机现在有可能会让普京真的生气 原因是因为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讲了应该要先发制人 我们不应该再让俄罗斯在那边那么嚣张 说要核威胁或核威慑等等 我们应该直接先对他打击 克里姆林公听到他这样的发言之后 很生气说你现在是怎样 嫌世界还不够乱 要挑起世界大战吗 其实除了这一场俄乌战争之外 目前在朝鲜半岛这边 美国也是有一些些的麻烦苦恼在的 原因是因为现在北韩已经再次的 先前有试射核飞弹之后 现在有可能会第七次的试射 另一个层面则是在这几天来 他又再一次的来发射武器 来发射这个飞弹 同时北韩很罕见的十二架军机 竟然骑飞在边境对南韩挑衅 所以这个韩国就必须升起了三十架的 F战机来对他双方对峙超过了一个小时 美方看这样子没办法了 赶紧雷根号也不敢走 然后宣布这个美韩军演再次的延长两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北韩金小胖你在想什么 白宫的官员可比是讲 说我们其实很难知道他真实的想法 他如何做出决定的 毕竟我们现在从朝鲜平壤这边 获取情报的能力是相当有限 很罕见的 他主动的承认 他们在内部获得的情报相当有限 而外部来讲 有很多的麻烦 内部来说 这个麻烦真的是不亚于外部 原因是因为 现在福斯新闻就在讲了 拜登一直是把天然气价格的上涨 归咎于俄罗斯还有沙国 但是最近价格稍稍有点跌 他就说我的功劳 我的功劳是我把汽油价格降下来的 可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 原因是在非农就业数字公布的 这个晚上说变成了速杀之夜了 现在真的是正反都不对 因为非农就业数字还不错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有可能会继续升旗 让道琼马上狂泄了超过六百三十点 废办的也是跌了超过百分之六 让大家开始担心了 美国的国债目前已经来到了 九百八十四兆台币 破纪录了 国会就说再下去的话 可能会爆掉 而真的就业市场这么好吗 因为也有数字显现 说在上个星期 第一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是增加了 所以现在在百姓的生活层面上真的不是太好过 但是废的讲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虽然一直在升息 但通膨降温是需要时间的 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有时间吗 他们想问以前到美国 大家说美国梦在这边可以让你说的梦想都实现 但现在有百分之四十九将近一半的成年人认为 他们很难提高目前的生活水平 甚至有可能从他们这一代开始要走下波路了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开始对于生活有一些不满的时候 又开始抗中宝台来了 拜登告诉我们 IBM 他们要再次投资 会让美国持续保持技术领先 那当然我们先前也讲过 他们又对大疆科技 华大基因等等 列为黑名单 增加了十三家 现在就是要控制 让这一些高阶晶片进不到中国去 让他们没有办法做超级电脑 没有办法做人工AI 好 新措施入透说 确实可能让中国的晶片业跛脚 但是有可能的状况是放慢他的速度 但是中方是不可能因此放弃 自己在晶片制程上面的提升的 而彭博也说 说其实现在 因为美方非常在意晶片 甚至他们开始兵推 兵推什么 梁安阿珍发生战事的话 要协助撤离的是台湾工程师 台湾人听到这边想说 协助撤离台积电工程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们现在是已经开始 在台海这边做布局了吗 最新美国一个前将领 他的讲法是 他认为花六百六十亿美元 让乌克兰为美国利益而战 他觉得很划算 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要问了 不要是今天乌克兰 明天台湾 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那是不是只要为美国利益放前面 那什么你都认为划算呢 你在意的到底又是什么 那杨老师想要先请问 现在在俄罗斯这一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俄乌战争他到底要往哪里走 他要帮他找台阶 现在在俄乌战争跟就是韩半岛 朝鲜半岛这个情势 都有一个共通点 俄罗斯跟就是 这个北韩都是核武国 俄罗斯有将近6000颗核弹头 北韩大概是120颗吧 我们不确定 也许不到100颗 那似乎都有在威胁 核战的这样子的可能性 北韩在上个月还改了 他的核武的政策立法 第一个如果遭遇到 或可能遭遇到 大规模的核战威胁的时候 他可以先发制人 第二个他永远不会放弃核武 所以过去我们看到 他六方会谈在谈的 其实大概都没有效了 第三个这个比较重要的 领袖如果遭遇到斩首攻击 则立即启动核弹攻击 就是金小胖大概有一点怕 但是我觉得因为过去几十年 我们都看东北亚的情势 其实到底现在很有趣味的比较 是金小胖比较是疯狂 还是普丁比较疯狂 我们现在看北韩的领导人 从金正恩日到金正恩 其实都相当程度的冷静 理智 而且懂得这种所谓 我们叫战争边缘的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使得他能够在过程当中 进行六次的核爆 最后也能够再发展各种的 这种弹道飞弹的载具 但是另外在普丁这边 你就看到 因为他跟北约之间 有乌克兰这样子的一个冲突 而且有这样子的一个缓冲区 某种很是因为乌克兰还不是北约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动武的这样子的一种诱因 以及美国这边的这种挑起 所以在韩半岛这边 因为美韩的军事同盟 然后双方都有核子武器 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事情 第一个 核武国家之间 不管你有多有少 他很难敢去发动核武战争 甚至直接的军事冲突 因为可能会爆发提升到核武战争 你看美国跟北约 绝对不敢进入到乌克兰的战场 这个在两岸的战争的情势 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美国跟中国会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吗 第二个 也就是在北韩跟南韩之间 因为南韩跟美韩是 跟美国是直接的军事同盟 38度线上都是美军 所以再怎么紧绷 他相当程度的只是对峙 没有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但是乌克兰却变成是 不管是俄罗斯的 还是美国的代理战争的场域 倒霉的当然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的整个经济 他今年经济掉了45%GDP 台湾呢 美国当然你看他台湾政策法 没有跟台湾说要协助台湾 或跟台湾签署任何的防御条约 不会的 所以是不是台湾可能变成 中美之间的代理战争的场域 也因此150个台湾的高阶 半导体的工程师 不好意思 我这个数字都讲出来了 我来看到的资料 美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美国都有据称 美国都有这样子的名单了 当然因为美国觉得台湾的 半导体的产业是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链的 就是说任性上的安全威胁 以及国家的安全威胁 各位这是叶伦讲的 这是他的财政部长 加上他的布林肯国务卿 在9月15号跟9月22号 连续这样讲的话 所以他们怎么看待台湾呢 因此对于美国不断变化的 这些政策的说法 拜登讲了四次会无力保台 但四次讲完之后 马上也说一切政策不变 对不对 然后又放出了风声说 半导体在台湾很危险 要赶快掏空台湾的半导体 甚至连半导体的科技人才的名单 都准备好了 如果发生战争 第一时间抢救 雷恩半导体工程师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了解 现在在韩半导 朝鲜半导跟乌克兰的战争 跟我们台湾做对比 有一些东西 其实真的是 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知道 他之间的政策上 跟利益上的这种差异 是 来 总共 今天10月8号 但一个月后就11月8号 10月8号应该是美国 其中选举的日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国提出抗恶保物 跟抗中保台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这是他们选举上 最常用的两张牌 就是抗恶 抗中 好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那个淘鲜半导的形势 这边提到就说世界末日 他为什么提出世界末日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把抗恶牌拿出来 俄罗斯可能会做什么 但是俄罗斯也不是一个 糊里糊涂的人 因为两个核武大国之间 我们常常讲所谓的 嚇阻这个字眼 这嚇阻其实是从 核战衍生出来的 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核反击的人力 叫做嚇阻 我有核暴富的人力 叫做嚇阻 那今天一旦有开始核暴富 核战一旦启发 开始核暴富的时候 其实全部都毁灭了 所以我个人研判 这个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 是如果是俄罗斯发起的核战的话 是当俄罗斯发觉到说 他们要亡国了 不管是在经济上 或者什么原因上 军事上他们要亡国了 反正我也是亡国了 我就发起一个核战 但是在这个结构之下 为了让美国更相信这个世界末日 可能会发生 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 就是北韩 就开始代替它做一些事情了 除了弹道飞弹的测试 当然最近又射了两枚 在前面有一枚 我稍微想跟观众朋友提一下 它的射程 按照日本的新闻报道 是4600公里 射高1000公里 以我的专业来看 这颗弹道飞弹 如果要转成 洲际弹道飞弹 就是要转成1200 射成1200公里弹道飞弹 是轻而易举的 一定做得到的 那如果做得到的话 那这个弹道飞弹 它是个载具 如果加上美国 手批误出来的讯息说 大概在 就是11月8号之前 中国二十大中间 可能北韩要做第七次的核爆 这是美国人讲的 只有美国人发布这新闻 那当然他发布这新闻的时候 他这边虽然讲说 获得的资讯 情报并不很多 但他们在公布这讯息的时候 是连封锡里的 卫星罩都公布出来 所以封锡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都公布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两个讯息加在一起 就是北韩会不会做 第七次核爆 我不清楚 但是美国为了制造 所谓的世界末日的感觉 加上北韩跟它很配合的 做了一次 我说可以转型 洲际弹道飞弹的测试 加上如果第七次核爆有的话 那普京 普丁那边会不会做核攻击 不确定 但是普丁的代理人 我说北韩 已经展现了一些力量了 那为什么特别从这边讲 我们来想想 北韩的弹道飞弹的范围 可以攻击到的范围 北韩如果有核弹 它对俄罗斯 对中国大陆 都是个现实的威胁 从北韩到北京 从平昂到北京不远 真的是不远 那如果这个威胁 摆在那个地方 中国大陆也不在乎 那就有点怪了 我们中华民国 曾经插电用原子弹 还被美国人制止了 就整个拆掉了 它不在乎 怪怪的 那俄罗斯也不在乎 我刚刚特别提到说 最近它试射的那枚飞弹 应该是火星12号型 它的射程 要转成洲际弹道飞弹 是不是问题的 那对俄罗斯 对莫斯科有没有威胁 也有威胁 那为什么不在乎 也就是说很明显的 对我来看 北韩就是一个代理人 一个代理人 代理俄罗斯在发言的人 不然以北韩在经济制裁 到现在这种程度 他怎么有技术 他怎么有资金来发展 核弹跟弹道飞弹 最近还打那么多枚 今年已经二十几枚了 那要钱的 没有钱怎么打 一定有人支持他 所以在整个国际关系 东半球西半球 两个结合起来 那拜登就很可以 把他所谓的抗二牌 拿出来这样的 所谓的世界末日牌 拿出来来增加 他在选举上 所谓他的力道 他的力道 那在我们东方的话 就是我们台湾的问题了 那刚刚提到 杨老师提到150名 我觉得杨老师 你情报真的准确 连150的数字都有 150名半导体工程师 其实对美国来讲 台湾现在对他最有价值的 不是军事意义 就是整个半导体产业 如果占美国先进制成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台积电 或者台湾的科学元器的产业 才能出问题外 对美国的确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150名工程师 我是相信的 150名工程师 来 斌哥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想说现在转行还来得及吗 原来只有150个人名单都出来了 让他想说 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势 好 抗中保台 美国拿出来玩 但是可能台湾会因此而遭殃吗 其实这就是台湾现在最为难的一个地方 拜登当然其实他是在维言总经 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 他其实是为了其中选举 故意在讲这些话 讲了一副 俄罗斯对我们威胁很大 所以我们已经要接近核战边缘了 然后才激起美国人的爱国心 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支持他 那北韩在干什么 北韩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北韩知道 你美国现在在其中选举 然后我觉得 美国人讲的话很奇怪 说不知道金正恩脑袋在想什么 我想问一件事情最基本的 就是如果今天 前一阵子解放军在围倒演习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这边也做相应的演习 我们也四射导弹 你会认为说 你不知道台湾在想什么 这不就是一种回应吗 你们在人家家门口做演习 那人家不可以做演习 他就是在对你做的演习回应 你怀疑什么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就是美国那个逻辑好像是 只有我可以演习 你北韩演习就是有问题 这到底什么逻辑 我真的搞不太懂 然后北韩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演习我觉得理由很简单 一方面回应你对 因为你美国跟南韩联合起来 压迫他 所以我当然要做一个回应 第二个他看准了什么 看准了你美国现在专注力 都在俄乌这一个方向 那我就在亚洲这边 我帮我莫斯科老大哥 搞一个事出来 让你美国没有办法两面对敌 然后趁机来跟你要挟 因为北韩最重要的是什么 北韩希望能够恢复对话谈判 因为说真的 北韩被经济封锁得这么厉害 其实对他国内一定造成 非常深重的影响 那前一阵子新冠肺炎 其实我相信对他国内 也造成很大的打击 只是他不讲而已 所以北韩是一直希望 能够重新回到谈判座 然后西方的一些物资能够进来 能够解决他国内的一些状况 所以他是趁这个机会要挟谈判 其实就是很明显 这个意思 美国是装傻而已 那就像刚刚总工讲的 其实美国人会真的不知道 北韩在想什么吗 你连人家什么时候都要核四 你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刚好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地震 让人家吓一跳 想说是不是你正在开始核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非常明显的一些政治动作 那同样的 美国将领都讲得这么清楚 我们花钱让乌克兰帮我们打仗 反正死人是乌克兰我们很划算 那他对台湾的参政委 也是一模一样 反正到最后死人是台湾人 真正重要的那些科学家 那些半导体工人是 我们到了把他运走而已 150根一台飞机就走了 对不对 剩下台湾被打个稀巴烂 那活该啊 谁让你台湾自己傻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聊